HELLO 大家好,我是杰仔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最新的戰艦世界0.5.7版本的更新內容 首先我們這次會看到根據官方的解說 它將會有的升級品,將會有一個很不同的改變 由以往多種的炮組,煮炮組修改營和魚雷修改營 它將它合而為一成為同一個 令到很多玩家可以同時享有到魚雷和煮炮組的防護機制 相對來說也是對於日系巡洋難味非常好 因為魚雷武器都很容易受傷 現在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主要新的升級品的內容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煮炮修改造型 一就是減20%煮炮組失去作用的風險 還有增加50%煮炮組的生存能力 還有減少20%煮炮組修理時間 即是說你的主要武器即是你那支煮炮 亦都可以更加長命 還有沒有那麼容易會失去作用 令到你可以更快地去擊退敵人 而且同時也會附帶有魚雷組 魚雷發射管失去作用風險的減低損害 主要減少20%和增加50%魚雷發射組的生存能力 還有減少20%魚雷發射管的修理時間 雖然這個組合器可以對於同一時間 因為它對於主炮組不是魚雷 是可以進行維護 可以進行預防性防護的 但是可能對於某一些主炮型 一些主要沒有魚雷的一些藍艇 可能戰艦 或者某些尾是巡洋艦等等 但是因為它對於其他來說 這個修改組的升級品的內容是非常之好 所以主要來說也是會選用這個升級品 而我們看到另一個就是 副砲組和防空砲組的一些輔助武器 增加的生存能力 它是增加8% 令到你的副砲和防空砲可以更加耐打 相比之前的升級品 它也大幅增強了很多 即是說如果你的副砲組 可以有一些防護體系的話 即是可能好像看到它的出魂裡面 它有些防護掩體的話 相對來說它也沒有那麼容易 被穿甲彈和高爆彈來打爆 也是增強很多 但是相對於其他的升級品來說 這個也未必是首選 所以大致上也未必會用這個 因為主要來說 你主要的武器都是靠你的魚雷和炮 然後第三樣就是 這個也挺特別的 因為可以根據你玩的選擇 不同的東西去選擇 用不用 它就可以減少70% 你的藍頂彈藥複雙爆的風險 這個對於不同的戰艦來說 也可能可以選擇也可以不選擇 不過主要來說大多數人都會選擇 第一個選擇 因為它主要來說 它沒有第一個主要武器收鋰燈 即是主要武器收鋰燈的那麼多 那麼全面範圍 不過也都可能對於某一些 一些 美系的驅逐籃 也都是可能會變為非常之首選有效的 因為它減少70% 但是複雙爆的風險 也都可以令到驅逐籃 沒有那麼容易被人一次齊蛇 無端端的複雙爆的風險 不過它也是 因為70%主要武器 它不是說非常之好 而其實在外觀的旗幟方面 也都可以有一個 防護機制的 可以見到 這個 在第二組期裡面 它可以減少100% 但是複雙爆的風險 所以其實 因為有了這個 旗幟的效果 旗幟的效果 其實那樣升級品 也都可以不需要點 所以主要來說 都可以選第一個 而至於第二組 第二個難的升級品 也都可以有趣很多 也都是相對 之前來說 也都更加多樣化 不過其實它也都 主要修改的範圍 也都不算大 而我們見到第一個 就是它是一個武器的管制系統 它就可以減少7%的主炮 炮彈的最大編渣值 也都可以令到你的炮彈射 射到對方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會偏差 因為偏差 因為偏差的時候 它不是你飛去你準星 瞄準的位置 它會偏去左或右之類 而7%主 對於大多數的船隻 其實都非常之好 所以都會選這個 而增加21% 魚雷發射管 旋主速度 令到你的魚雷武器 更加可以瞄準到目標 然後第三樣 它也都可以 是非常之有趣的 因為它把它縮減了 它把之前的 副炮組修改型 將它和武器管制系統合在一起 而它的作用 亦都是增加副炮組的最大射程 但是它相對之前來說 它現在這個 只是加5%的最大射程 以及加5%的最大偏差值 相對於之前的副炮組修改型 亦都是沒有那麼大增益 因為之前那個 是可以增加50%的射程 是不是增加20%射程 以及減少20%的偏差值 令它副炮組更加準 而現在令到很多的船隻 可能副炮 以喜歡玩副炮戰艦來說 例如日系的戰艦 就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大便 因為它增加副炮組的能力 沒有那麼強 不過也是因為它這個 可以減少副炮組的偏差值 所以主要來說 所有人大多數都會選這個 也都可以 其實間接來說 也都可以提升了 現在我們玩的船隻 所有的一些 副炮組的射程也都提升了一點 所以玩驅逐籃 玩家就要視心注意 就不要那麼容易 進入敵人的副炮組 射程範圍裡面 因為可能對於一些 高階玩家來說 那些戰艦的副炮組 是超可怕的 然後第二個 也是主炮組收割完2 跟之前的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增加5% 主炮組的裝置時間 然後增加15% 主炮組的旋轉速度 這件事情 主要來說 其實 其實 不是太好 因為 因為增加5%的主炮組裝置時間 也都會變相你 發射的炮彈數量更加少 也都未必可以這麼快 不過 可能對於一些 高射速的巡洋艦 這些重巡來講 因為他們的炮塔 都轉得比較慢 我想他都可以選這個 都不錯 不過戰艦來講 都不會裝這個 然後 第三個就是 防炮組收割完2 跟之前那個 跟上0.5.6的版本一樣 亦都是增加20% 防空炮的最大射程 對於一些 玩巡洋艦的玩家 主要 他們可能 喜歡做防空的角色 也都會 十分之建議裝這個 因為可以 令到那些防空炮更加射得遠 令到飛機沒有那麼容易 然後 第三個難 第三個難 他主要來說 跟之前 就 不是太大分別 其實主要都是其中 都沒有太大改變 第一個就是 增加16% 主炮組最大射程 就可以令到你的 戰艦 或者巡洋艦 的主炮射得更加遠 不過 因為他這個武器系統 這個第三個難的 主要武器增益的 升級品 就 只是在一些高階 高階船隻上面 可以看到的 或者 對於一些初級玩家 可能未必那麼快 享受到 射程增益的好處 不過 也是十分之不錯的 如果你們 一些巡洋艦的話 就可以點選這個 令到你打得更加遠 戰艦也可以的 不過 你也要看看 你喜不喜歡 增大射程之後的炮彈的角度 因為有些主炮 他們射出去的炮彈 射程太遠 的時候 他會呈一個炮物線 因為戰爭世界 他沒有一個灌頂的機制 所以炮彈也不會說 可以由頂部攻擊 來貫穿裝甲區域 做不到傷害 所以很多時候都比較容易 彈開了 所以主要來說 水平射擊 也是比較主流的 一個灌穿敵人裝甲區的方法 所以 較低的 炮彈的角度 都可以更加可以 容易些灌穿敵人的裝甲 所以增加射程之後 也未必說打得準 不過也相當不錯 因為他都可以打得更加遠 令到他更加 可以更加早 來消耗敵人的血量 然後 第二個 主炮組 收割完3 就是減12% 主炮組裝甲時間 和 減13% 主炮組旋轉速度 這個也跟之前的 升級品也是相同 主要來說 對於戰爭 都非常 就不會選這個 因為 你都不希望你知道 炮塔 會轉整個圈 要幾分鐘 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瞄準 因為 提轉得太盲 可能會令到你 瞄準的能力更加低 更加難追上人的速度 但是 可能對於一些巡洋艦 他可能比較 喜歡一些快射速的方法 以及一些驅逐艦 他們可能本身 其實炮塔 已經轉得夠快 所以 減少少也都無所謂 13% 而可以 增加 你發炮的 射擊速度 也可以更加 可以有效 去攻擊敵人 所以 都可以 推薦一些巡洋艦 以及 驅逐艦 選擇 而第三個 就是 仿炮修改型3 可以增加25% 仿炮 平均 每秒傷害 即是說 如果你 防空炮 每秒傷害 100 也可以變成 125 所以 這個 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 對於一些玩家 他比較喜歡防空的話 例如 駕駛戰艦 或者是 長人艦 他喜歡防空的話 就十分之建議 跟之前 第二個 星級品的 防空炮組 修改人2 來配合使用 令到你的防空炮更加強 也可以 可以令到 敵人的戰機 那些藍袋機 沒那麼容易 賣到你身 然後 第四個 褲炮組 修改人3 他就把 原先 第二個 星級品的 增加 褲炮射程 搬到這裡 可能 對於 某一些玩家 可能在六七階的時候 他們比較喜歡 玩褲炮流 的話 也沒那麼大 因為 第三個星級品 要上到九階 先起 才可以用到 所以令到 褲炮也沒那麼早 用到 不過 對於 喜歡玩褲炮流 的 高階玩家 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因為 令到你的炮彈 更加打準 和打更加快 和打更加遠 例如 好像 出雲 其實出雲 和大和 都很接近的 褲炮能力 他們可以打到 現在 11.1公里 配合指揮官的技能 的話 是非常之遠的 如果一些驅逐籃 一被人看到 其實基本上 他們就會不斷發射 打殘 最後 一些維護型的星級品 跟之前 沒有什麼特特分別 也是 主要這三個 減少起貨率 減少入水 然後 第二 中間 就是減少引擎的收入作用 第三個 就是 減少 你的尾陀受損的機會 這些都是 除了 看你 玩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受傷 哪些部分 你就可以選擇 升級品 來減少 它的收入作用 而且 它也可以減少 維修時間 令到你更加快 脫離戰區 然後 第二個 維護型的星級品 也是 一樣的 主要來說 都是這三個 然後 最後一個 它比較 都是 白階 才會用到 一些星級品 對於 一些戰艦 長艦 戰艦 戰艦 也會選擇 用這個 可以更加早 可以捕捉到 別人的機會 捕捉魚類 之後 另一個 就是 減少偵測的能力 對於拒族人傳 其實非常之好 減少被人發現的機會 甚至可以打引人炮 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